為了紀念建立海上自衛隊成立七十週年 日本六號在神內川舉行國際關鍵事 當天有美國 南韓等十二個國家的十八艘 軍艦也參加活動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將會加強日本國家的防衛能力 來應對東海 南海跟日本周邊環境 嚴峻的挑戰 而這也是日本國內睽違二十年來 首次辦理國際關鍵事 大型軍艦在海上航行交錯 直升機降落在美國雷根號航空母艦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穿著飛行夾克 在美軍海軍上將陪同之下參觀軍艦 日本為了慶祝創設海上自衛隊 滿七十週年 六號在神奈川向摩灣 舉行了國際關鍵事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致辭時 強調加強日本國家防衛能力 來應對東海 南海 跟日本周邊環境日穎援軍的挑戰 安田表示包括北韓屢次發射飛彈 近日彈道飛彈還飛越日本上空 加上惡务政爭影響讓國際越發關注亞太情勢 日本也會在五年之內加強國防能力 而關鍵是當天 美國南韓等十二個國家的十八艘軍艦也參加活動 這是日本國內二十年來首次舉辦國際關鍵事 也是南韓在日韓關係降溫之後 七年來第一次參與活動 而另一方面 北韓從二號開始連續四天不定時發射飛彈後 七號由國營媒體北韓央視報導 批評美韓聯合軍演是事於升級地區緊張局勢的公然挑釁行為 北韓會採取軍事行動應對冷酷反制 報道中表示 北韓在二號到五號曾經模擬打擊敵人的空中基地空中目標 並且以有核電站跟大型工廠園區的南韓沿海城市衛山為目標 試射兩枚戰略巡航飛彈 同時模擬癱瘓敵方作戰指揮系統 並且出動五百架戰機進行大規模的空中作戰演習 國人新聞陳頌宜